爬上屋顶插上乌克兰国旗 乌军在乌东传出捷报 多回在哈尔克福州的19亩尸土 甚至还把俄国国旗当脚踏垫 多猜几下 不知乌军各个兴高采烈 狂po影片庆祝 当地妇女看到军人也是情绪高昂 边拥抱军人边喜极而泣 乌军也是出最新照片 展示哈尔克福的满满战果 各种俄军军车军备和乌兹全被沿路一气 乌军反攻有成 总统泽伦斯基也出面信心喊话 还大呛占领者在乌克兰 绝无一席之地 俄军节节溃败 甚至吞下开战以来最大败仗 让一项力挺俄罗斯的车臣领导人 大呛战略出现失误 甚至有俄媒爆料 普清气到取消跟军方降临的会议 尽管该有的大外宣还是没停 专家分析普清在实际的战场上失利 恐怕会使出别的手段 高唱凯格的乌克兰 接下来就是要守住眼前的战果 持续运用西方的军武 一路向南往东挺进 把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 一寸一寸收回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